這是我今年比賽的作品 15歲自學生衝破體制奪全球杯鋼帶亞軍 這支作品我想要表現就是 他準備好所有的裝備 還要再出去打最後一次戰 就像我一樣 要離開青少年而止 接下來要進入公開比 這個真的像是我的心情一樣 這個是我在台灣拿到冠軍的時候 他給的獎盃 然後這個是在日本比世界的時候 拿到亞軍的獎盃 Once again 這是我今年 我花了兩個月去製造的 15歲年紀前進國際鋼彈作品立體精細 擊敗15國代表 從715人脫穎而出 拿了亞軍光榮回台 自小栽定鋼彈世界 與父母討論在家自學 卻被同裁酸了一頓 像我回學校他們說要摩尼卡 我會去拿成績彈 但我回去看到他們就是 可能在玩 在丟直飛機 我就有問 欸你們不是要摩尼卡耶 怎麼都在玩 然後他們就會說 欸我們竟然被一個 整天只需要待在家 不需要做事 講 嗯 那你心情覺得 那你覺得 很奇怪喔 我跟他們一樣都是在努力 想要把事情做好 為什麼都要這樣被講 嗯 我連出去比賽 就還有些人不想請我 覺得我都在鬧 我覺得 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 然後就 就算了 早上後 我就會開始我一天的課程 嗯 課程 有些是在家裡 有些是在外面 但是 外面也不會說很近 因為我住在泰山 我大部分都 跑到內湖 淡水 公館 就 我覺得 也是蠻辛苦的 比起 應該在學校 他們可能 30分鐘 就到家 然後接下來都待在學校 然後放學再回去 我只要整天到處跑 心裡調適得好 還有個 亦敵亦友的前GVWC冠軍 兩人切磋較勁 一派幾何 這一次 你們覺得誰會拿冠軍 我啊 我覺得拿不到冠軍啦 但是 大概是我會贏他 我也許沒有辦法拿到冠軍 但我真的會贏他 因為 我就是做得比較棒 其實他已經 被我推薦 差不多 有兩三次以上 就是在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一直 重新調整 就是這個過程 他整個 就是 不會那麼簡單 就放棄啊 他整個 我覺得精神啊 精神比這個作品 還重要 然後 他就是因為有這個精神 才會有這樣的作品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 是現在小孩子也蠻難得的 這是2018年 我覺得 我是比賽他送的獎品 這是1比48的音樂教授 對 全世界只有兩頭 爸爸又有說 以我為龍 他覺得 我在這個年紀 我可以有這樣的成就 他覺得 真不錯 突發中心 中六一天會拿到冠軍 拜拜